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看的这个内容是几乎所有欧美媒体 应该是英美媒体都在报的 老友记的影星大概叫佩里 这是星期五的故事 今天星期六 他在上个星期六在自己家里死了 这个人没了 死在自己的这个应该叫什么热澡盆里面 他是个很悲剧 就是为什么引起所有人的西方媒体那么关注 跟老友记本身的成功 Friends本身的成功有关 那是非常非常经典的那么一个 那么一个剧 拍了十季 应该是拍了十年吧 拍了十季 那他们都已经老了 他是在其中比较 一共六个人 撒男撒女 他在其中实际是一个年轻的 五十四 跟他配的人呢 其中有六十多的 有六十三的 那另外这是我们看到的 在昨天葬礼上说 老友记的另外五个人出现他葬礼 因为这是一个很很很特别 很沉重的话题 本来跟我们新闻呢 可能关系不是很大 但是他自己的一个生命背景 令人非常的感触 就非常感触 我想令所有人 如果你了解他细节之后呢 你就看到一个成功人的悲 就是成功人的悲剧 那他是吸毒 酗酒 自卑 这是给他一个 如果可能我在今天晚上直播中 会跟他分享很多细节 一生没有结婚 有若干个 有若干个非常著名的 女影星的女朋友 曾经是个女朋友 包括大嘴罗伯茨 包括这个 那叫什么安迪 安迪什么什么 就跟他配那个女的 还有另外两个是三个很有名的女性 都曾经跟他有过交往 但是他自己很失败 他说呢 他说他没有能力被人去爱 他因为他去年写了一个自传 那个自传出在这个纽约 纽约时报的销售 销售排行榜顶端 他没有能力去爱 他没有能力被爱 但是他非常渴望有一个太太 有一大堆孩子 这个非常渴望这么一份生活 那他自卑的原因 是跟他的吸毒跟酗酒有关 几十年 吸毒 吸毒跟酗酒 在拍老友记的过程中 在片场 那个遭到他 那个女主角的 就是上面这个 那他呢 他们俩曾经有过 就是大家心照不宣 心照不宣的东西 在场 在片场里面 就摄影棚里面 跟摄影棚外面 但是他又明确 应该向他求过婚 但是他明确 被女人女士拒绝了 所以拒绝对他打击很大 他自己也知道 可能是因为他的吸毒跟酗酒 因为在片场 都可以闻到他的酒味 但他控制不了 他战胜不了自己 控制不了 所以这是他巨大的悲 这是他巨大的悲剧 应该这么讲 他自己本身呢 他是加拿大人 他出生在加拿大 他自己的母亲 是曾经现在 现在加拿大总理 特鲁多的父亲 老特鲁多的时候的 新闻秘书 新发言人 是加拿大总理的新发言人 大家知道那是 那是非常厉害的 对吧 这个角色在这儿 他父亲是好莱坞的影星 那他自己呢 很早就进入这个行 所以他为什么吸毒 为什么酗酒 在报道当中没有 在他自传 自传体当中应该有 他的所有的朋友在帮他 但他摆脱不了 所以看起来 他应该是想 试图寻找自己 寻找一个女伴 结婚 成为他摆脱困境的 一个故事 但是他非常的自卑 大家可以知道 他家庭状况 是可以不自卑的 非常自卑 能到疫情之后 这就是前后就这么长时间了 到了后来他很颓废 在老友记停拍之后 非常颓废 然后他自己没有 在生活能力上 跟生活的背景上 应该是出现了 巨大障碍 他吸毒每个星期 花三千美元 cash 后来他支撑不了 他就把 他自己原来住的房子 给卖掉 房子三千 三千五百万 是三千八百万 就住在现在这个房子 现在这个房子 就是个半括楼 就是个平房了 那就他一个人住 他 这个房子大概花两百多万 到三百万 所以他就留下了现金 来支撑他平常的生活 我就介绍 先跟大家介绍一个 大概背景了 那在支撑他生活过程中呢 在他临死前的 前一天 就是应该是上个星期五 他在餐馆吃饭 就遇到另外一个 遇到了个模特 大概两个人呢 没有什么太深的交往 觉得遇到这个模特了 结果就跟他 两人就 大概他 因为他比较有名了 但他的相貌已经很衰老了 对方肯定是晚辈的 因为看起来二十岁左右 他已经五十次了 所以大家就有过一个交往 跟聊天 在吃饭的时候 照片报道都有 因为那个女士后来 第二天 没想到跟他聊完天 第二天他死了 就就那个女士也受不了了 反正就就跟媒体 有这个交往 成为了他留在人间的 最后一个一个见证的人 那女士是讲说 他有一个重新 重新崛起的计划 要拍一个影片 要拍个片子 要制作他的 自己的回忆录 要写 再写书 有一个 要建立一个家庭 要生多少孩子 当然对方 因为比他年龄小嘛 小很多嘛 所以对方只是觉得很感 很感慨 因为 他是个名人 对方是一个刚刚出道的人 他觉得那么坦白 就是一个男人 那么坦白 那么坦白 那么直接 对那女孩 有一所影响 我只跟大家介绍 一个大概 但是并没有想到 他死去 第二天死了 那现在他死亡呢 在表面上 没有任何跟毒品 跟酒精有关 那在进行 就是初步调查结果 那结果 现在人已经没了 已经埋了 他是一个在一个 完全是一个小型的私人的 这么一个 一个 一个藏 所以在警方 在做进一步调查 因为发现在他的房间里 发现了 就是放毒品那种 那种工具跟塑料袋 大概是这个 但他身体里头没有 因为如果是吸毒产生幻觉 然后在洗澡的时候 自己憋死了 淹死了 他淹死了 溺水而死 有点特别啊 我说句心里话 有点跟这个 跟这个 跟这个 跟整个氛围环境 有点特别 他是溺水而死 奥巴马那个大厨 也是溺水而死 那这个 李克强也是溺水而死 就是 现在有名的人 都是淹死的 很令人感触 感慨 人家说 涛哥什么意思 大的背景 跟整个大的背景环境有关 就是命运中在提示着人们什么 那这是基本上是个背景 所以他没有吸毒 什么都没有 那他呢 想崛起 结果就死了 有一个说法可能说 在他临死的 就是淹死之前的时候呢 他去运动了什么 大概是打球或者干嘛 就是他有两个小时的 很激烈的运动 然后呢 他家里有游泳池嘛 所以在他洗澡的时候 就淹死了 这个 这个 影片中 其实在过去的时间里 好莱坞有好几个人 是这么离世的 都是在 热水盆里头 然后就 就自己睡过去了 或者晕过去了 就枪死了 很悲剧 我跟大家讲这故事 就是命运 如果我看了更多的话 今天晚上直播会 跟大家讲这故事 这是一个很软性的 很命运的东西 很值得感慨 酗酒跟 他的自卑源自于 他没有能力战胜自己 这是我想所有的朋友 要能理解到 几乎所有的人类社会 面临着等同的问题 没一个人 所以 这是人的生命中 无一解脱的一份特点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